玉里分局大宇派出所接获 报案说一名男子在下午就坐在公庙 一直坐到晚上 怕夜深会有危险就报案了 远景前往了解 发现这个男子他是从高雄 一个人来到玉里要找家人 不过他迷路了又不晓得该怎么办 警方起初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透过这名男子说出了中平两个字 就赶快联络中平派出所的副所长 也透过LINE的方式 有民众认出是自己亲戚 才平安的把这名男子送回家 玉里分局大宇派出所 接获大宇妈祖宫庙方人员 来电车有位民众 从下午三点坐到晚上的九点多 疑似走失需要远景的协助 远景接获通之后立即前往了解 才发现这名男子害怕的 只说出自己姓谷 以及中平两个字 电脑查询不到任何消息 谷明山哦 你叫谷明山吗 我安心慢慢讲 今天是20号你是几号 给你吃什么 有吃面包哦 还会饿吗 远景以及热心民众 非常有耐心的询问他 而刘姓远景脑海中出现 刚刚古姓男子所说的中平 就先联络中平派出所的 部所长王振南 希望可以得到好消息 中平有朋友吗 所长我有传一个照片给你 你可以帮你中平那边问一下 认不认识这个人好不好 他都在妈祖工作了一整个下午 对啊 对啊 好 谢谢 部所长把消息传到中平社区的LINE群组 就有民众回应说是他的家人 黄天不负苦心人 经由远景们的积极协助 终于顺利跟古姓男子 居住在高雄的哥哥联系上 并将古姓男子带回中平部落 由养父妹妹暂时照顾 平安返家后家属非常感谢远景的协助 并且称赞警察不愧是最暖心的人民保姆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